各位網友,今期和大家講講,香港首富李嘉誠,以實際行動回擊一左二擇的錯誤路線, 大家知道李嘉誠先生是香港著名世界級企業家, 這麽多年來他本著取諸於民用諸於民的心態,回饋社會,回饋國家,回饋家鄉,回饋香港,回饋世界, 據我所知他這麽多年來捐資給國家,家鄉和香港社會高達260億元港幣以上, 可以說他是捐資最多的香港企業家,功德無量, 但這位企業家由於很多時候他沒有按照北京治港系統一左二擇的錯誤路線, 那些指揮棒行事,沒有追求所謂的政治正確,很多時候他是一個獨立思考,表達自己的意見, 因此遭到來自一左二擇錯誤路線方面的一而再再而三攻擊, 在2015年的秋季,短短十五日之內,內地莫名其妙, 有七份報紙發表這個文章去攻擊李嘉誠,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叫做別讓李嘉誠跑鳥, 其實李嘉誠作為長和系的統帥,這些是上市公司, 他要對上市公司的股東負責,按照商業規律來行事,按照他投資去內地的法律準則和市場規矩來行事, 所以他當年投資的時候也有著他的風險,但能夠他眼光獨到賺到錢的時候, 到時套現將這些錢按照法律,交了稅之後,依照合約規定回回香港,回籠上市公司, 分股息給股東,這些做法完全是合乎商業規矩,商業的原則, 但是一左二擇思維那些人就將李嘉誠,所謂對內地的投資,錢進來的時候就說他愛國, 他將利潤匯出來的時候就說他走資,撤資,不愛國, 所以就說有別讓李嘉誠跑鳥這些奇談怪論出現,所以當年我本身曾經拍案而起, 在香港主流報紙登過全版的廣告, 代表題是對李嘉誠的輿論為止,必須殺子,改革開放,我們全方位向世界國際社會資本市場開放,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資金既可以流入,也可以流出, 只要你一,遵守內地的法律,第二,按照市場規律辦事,這些錢的入也好,出也好, 都是商業行為,都是正常的買和賣,正常的投資和獲利套現, 根本上不可以和政治和愛國與否去掛鉤,所以說了別讓李嘉誠跑鳥這些, 我就將他比以為當年批錯一個馬人初,多生幾億人去類比, 因為李嘉誠作為標誌性的投資者,作為一個著名的世界級企業家,香港的首富, 你那些一左二摘的人去炮軍他,而且毫無道理,於情不合於法, 不容於理不通的東西,來這樣含血噴人,你就是錯批一個李嘉誠就嚇怕一大批投資者, 對國家的改革開放如全是不利的,對吸引外資如全是不利的, 所以在2015年秋季曾經發生過這件事, 好,平靜了一輪,結果在去年香港掀起了波蘭壯闊的反修例運動, 這場運動明明就是林鄭月娥去拆毀一國兩制的防火牆, 拋出所謂逃犯條例的修訂,要打造一個所謂內地定罪香港交人的這樣的格局, 令到一國兩制動搖變形走樣,所以香港的市民群起反對, 正正要保護一國兩制,在這個過程當中,李嘉誠曾經在去年九月的時候, 在他捐知所興建的佛教聖地池山寺講過那塊說話, 說香港是不可以繼續聯絡,年青人要體諒當局者,要僱存大局, 而當政者也要對社會的主人翁,未來的主人翁要望開一面, 結果引致政法委公眾微信號長安劍, 引來他一番辱罵,去誣蔑李嘉誠中所謂縱容犯罪, 企圖將香港推向黑暗深淵如何如何, 罔顧香港作為一個簡單低稅制, 土地拍賣公開招標價高者得的現實情況, 將由於地價貴麵粉貴,導致面包貴, 這個罪名,罪魁禍首安到李嘉誠身上, 所以對李嘉誠進行無理的謾罵攻擊, 我亦曾經在節目視頻和接受美國之音記者訪問時, 為李嘉誠先生仗義執言, 駁斥這些無恥難言, 而李嘉誠在香港由於反修例運動, 林鄭月娥沒有按照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而是藉助警力優勢的暴力武力, 壓制這些示威抗議者時, 香港頻繁發生了警民衝突的暴力事件, 令社會各行各業都大受影響, 很多中小企業在喊救命, 在這時候政府遲遲不採取措施時, 李嘉誠率先捐支十億出來, 每個受影響的飲食業商戶可以向他申請六萬元援助, 結果很快就以萬計的中小微企業飲食業, 得到李嘉誠先生慷慨的支持, 所以李嘉誠先生無論我剛才所講的, 這麼多年來捐支二百六十億給家鄉, 獨資、捐支幾十億元去創建汕頭大學, 並沒有用他去冠名, 這些做法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但到頭來來說, 為何會一波又一波被極左勢力去謾罵侮辱, 甚至乎工聯會的頭頭不抽筆, 還挖一隻蟑螂出來, 頭像是李嘉誠的頭像, 寫著叫蟑螂王, 還去寫著打猶屍, 侮辱這位九十多歲的可尊敬老人, 叫他快點死去詛咒他, 這些做法是引起香港市民極大意憤, 一致升土, 吳秋北這種卑劣行為是被人妥卑, 到了今時今日, 武漢由於發生了史無前例的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 所謂新冠肺炎, 引起了一場被稱為世紀瘟疫的浩劫, 在這時李嘉誠又挺身而出, 最近中聯辦公佈了香港富豪大企業, 紛紛和影視界明星, 捐支十億給內地, 結果名單公佈出來時, 李嘉誠以一億元港幣排在首位, 而且他這個捐支也非常公道, 他不是給哪個特定對象, 他簡直是給中聯辦鎮災專戶, 由他們送到武漢疫區, 去救助那些需要救援藥物, 防護用品那些前線的醫務人員, 所以李嘉誠高峰兩節又一次 展示一輩人的眼前, 李嘉誠雖然一而再而三受到來自北京一左二擇錯誤路線去侮辱攻擊, 但他不因此改變他愛國外港外家鄉崇高的情懷, 就算你怎樣去羞辱他, 抹黑他,侮辱他也好, 他依然是應該做的事他就照做, 該出手時就出手, 所以我覺得李嘉誠先生這種義搏雲天的做法是值得我們尊敬, 而相反打著所謂政治正確的旗號, 打著愛國的房子來搞一左二擇的事, 做一些害國的勾盪都應該受到我們的嚴厲譴責, 一定這些錯誤路線也會受到歷史的懲罰, 多謝各位